大家好,我是Zack 今天要由我来代表提摩豆智慧教育 跟大家分享 在108课纲里面所强调的这种素养导向的一个教学 如何透过提摩豆智慧教育的解决方案 来实践这样子的教学模式 首先第一个我们就需要先谈到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现在科技其实正在影响我们的生活 有许多现在我们所做的工作 在10年后可能会被机器取代 而相对的有很多10年后会产生的新工作 可能现在根本还不存在 所以如何让科技融入我们的教育 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边我们想要跟大家强调几件事情 第一个我们想要强调的就是 科技如何能够成为教师 在教学现场的一种助力 再来第二个部分 我们想要强调科技如何帮助老师达到 108课纲里面所强调的自动好 而这个自动好又分为教师在教学现场达到自动好 以及教师在课前备课的时候 能够减轻老师的负担 而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所有的所有的教育现场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教师 如何透过科技来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这也会是我今天非常强调的其中一个部分 OK 那第一个呢 我们先要来看一下我们未来十年的教育愿景 其实108课纲所提出的这个素养导向的教学 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的时候 就提出了一个终身学习的五大支柱 而在2005年的时候 OECD以及欧盟也都分别提出了类似的概念 所以基于这些很重要的国际型组织 所提出的概念之下 各国也都陆陆续续的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教改 每一个国家所使用的名词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理念都是相同的 就是强调素养 回到台湾来看 我们现在所强调的这个12年国教的108课纲 它在素养导向的这个学习里面 以自发 互动 共好 合称自动好为基本的理念 透过核心素养作为整个课程发展的主轴 最重要的愿景就是达到 适性养才终身学习 能够成就每一个孩子 而108课纲所强调的这样子的一个愿景 其实就跟提摩斗智慧教育20年来 所强调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透过20年的务实经验 再加上我们的整个团队拥有专业的教育理论相关的知识 以及我们有完整的研发的系统 透过AI人工智能 IoT物联网 以及大数据等等的科技 来研发出一个完整的智慧教育的情境 能够来达到所谓的成就每一个孩子 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好 所以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 提摩斗的智慧教育的系统 首先看到我们的四色环 这四色环其实就代表了我们在这整个概念里面 非常重要的四个部分分别是我们的提摩斗的 T E A M 也就是教学 评量 诊断 补救 四个面向 而在这四个面向里面呢 我们又提出了三个主要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我们整合了各式各样多元的学习情境 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智慧教室的环境 让老师让学生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都可以进行完整的智慧教育 而同时呢我们也整合了理念 我们如何来实践这样子的理念 例如我们透过数据决策 来帮助老师能够达到有效的英才师教 我们透过多元评量 来帮助老师能够进行各式各样 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来真实的达到自发互动 共好这样子的一个教学理念 而最后 刚才我们强调 整个智慧教育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教师 所以透过系统 我们有效的帮助老师来进行 所谓教师专业发展的模型 让每一个老师能够透过科技 来不断精进自己的教学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三面九项核心素养的圆环图 在这个图里面呢 我们的提摩斗智慧教育就很实际的帮助 我们能够来实践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 特别在其中几个部分 分别是人际关系与团队合作 系统思考与解决问题 符号运用与沟通表达 以及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的部分 OK 所以说到这些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很实际的来看一下 到底提摩斗的智慧教室 在实际的教学现场里面是什么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图表 从HiTA的智慧教室 一路到我们智慧型医科厅的智慧教室 提摩斗的智慧教室提供了 各式各样不同的教学情境 让老师让学生 在各式各样的教学环境里面 都可以来实践我们108科刚所 强调的一种素养教学的模式 而提摩斗的智慧教室 在教学现场所被使用的热度 也是有目共睹的 许多的学校都使用我们这套系统 而许多的学生也实际的 在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情境之下得到帮助 OK 我们强调的训练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实就是自发 沟通能力的养成其实就是互动 而培养团队的合作 也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共好 究竟我们如何在提摩斗的智慧教室里面 来实践这样子一个教学的概念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我们在提摩斗智慧教室里面 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智慧教室的里面 其实教师是智慧课堂的引擎 有好的教师才有可能产出好的智慧课堂 怎么样帮助教师能够不断的专业发展 我们透过AI来帮助老师能够达到教师专业成长的部分 我们的提摩豆智慧型艺科厅是最好的智慧教研的应用情境 在提摩豆智慧型艺科厅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要素 分别是easystation的路波系统 苏格拉底艺科APP 以及苏格拉底AI人工智能的服务 透过这几个服务的整合 能够我们能够把几个数据整合在一起 包含教师上课的数据 学生学习的数据 以及专家学者在译课过程当中所留下的评论数据 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全部整合在一支苏格拉底影片里面 透过看苏格拉底影片 就能够来达到一种有证据有数据的智慧教研情境 可能就会有人想说 这样会不会很复杂很难进行 其实答案是不会的 因为当我们在我们提摩豆的智慧教室里面 其实老师只要透过Hi-teach一键按下录制 课程开始录制之后 马上就可以随时的 及时的收集这些所有的数据 在课程结束之后 只需要一键上传 在云端上面就可以完整的保留 这些所有我们提到的数据 而接着再把这些生成的数据 传进到我们各个学校里面的校内频道 就可以在频道里面进行频道的译课研讨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苏格拉底频道 进入我们的苏格拉底频道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透过我们的Hi-tools 由于Hi-teach已经事先扫码登入的关系 我们的Hi-tools会是登入的状态 在这个情况下进入我们的服务平台 点选到全球提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苏格拉底平台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苏格拉底平台当中 感觉系统它会自动跳转进入到我的账号的页面 而在这个苏格拉底平台里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下面这边有超过200个频道 超过200个频道代表就是有超过200间的AI智慧学校 在这里有它自己的专属频道 在每个专属频道里面 学校可以进行他们的译课 或者是经典课例的典堂 在这里我们就以所学校为例 也在台湾做得非常好的桃园的光明国中 大家可以看到在光明国中的频道里面 有11堂的课 而当我点进去不只可以看见每一位老师 留存在苏格拉底专属频道里面的精彩的课程 甚至大家可以看见光明国中联何信章校长 光明国中的校长本人 自己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智慧教师 自己也带头做这样子的一个智慧课程 来带动全校老师的风气 OK所以等一下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另外一个频道的例子 接下来要带大家看的这个例子 是我们在2019年刚刚结束的一个 大师碑智慧课堂团队竞赛的频道 在这个频道里面呢 大家就可以看见来自海内外世界各地许多 国家不同的地区的智慧教师 齐聚在台湾所进行许多精彩的智慧课堂 在过去我们想要看到国外老师的授课 可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频道里面 在大师碑你就可以看见 来自不同地区的老师的精彩课程 例如我们这边以 这里有一个小学语文的葛燕老师 这位老师来自新加坡 以他的课例来做一个示范 当我们点进了一堂课例之后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课例的界面 除了在苏格拉底影片里面的上课的影片会被收录之外 我们的苏格拉底课例更收录了 包含老师上课的苏格拉底报告 点一下我们可以很快的看见老师上课的时候 使用TPC的一个实际的状况 以及包含像是老师的电子笔记 他的教案或者是他的上课教材等等的 都可以直接按一键下载下来 成为我们在观摩学习的一个资源 而接下来我们就点进影片里面来看一下 老师实际在这堂课授课的状况 当我们点进一个苏格拉底克利的影片界面里面 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的苏格拉底影片界面长这个样子 在这个界面当中不只有上课完整的影音记录 这里我们称之为教学行为的数据特征 老师上课的时候所使用的每一个科技互动的工具 都会被完整详实地记录下来 而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要针对老师不同的教学策略来看 只要点一下 例如我点老师的挑人 影片就会跳到挑人的时间点上 例如我点急问急答 影片就会跳到急问急答的这个时候 换句话说我可以使用一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完整的品位一堂四十分钟课程的精华 而除了教学行为的数据特征之外 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点评资讯 不管是在课程的当下在教室现场参与上课的专家学者 或者是事后在苏格拉底频道里面看这部影片的所有的老师 都可以在这个点评资讯列上面留下自己对这场课的想法或者是建议 而每一个时间点他什么时候留下的建议都会停留在那个时间点上面 同样可以点一下就可以看到上面所有的老师留下的评论 而这里面所有的点评资讯也可以透过这一个汇出议课报表的按键 点一下就会把所有的点评资讯包含课程的数据记录 作为一个Excel表格被储存下来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Excel里面有两个表单 包含官课记录以及这堂课的指数统计 而在官课记录里面就可以看见 所有包含点评人 他的身份 时间点 分类 内容 等等的被完整详实的记录下来 透过Excel的这个筛选的工具 我们就可以来选择 例如我想要选择关于这堂课里面所有老师的建议 我点一下建议按确定 就可以跳到所有的建议列表里面来 而当我如果特别想要针对这个建议来做译课的同时 我只要再点一下这边旁边的切点连接 系统就会自动再跳回到我们的教学影片的那个时间点上面 OK 换句话说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很有效的帮助我们过去在官译课上面许多的不便 透过所有数据跟资料的整合 让官译课变得更有效率 而接下来在我们苏格拉丁影片的界面里面可以看到 这里有三个分数 分别是T科技互动 P教法应用 以及C教材实践 这些分数并不代表这一堂课程的好或化 但是能够针对这些分数来让老师看见 自己在学习使用一个智慧课堂的过程里面 到底有哪些可以更好的地方 我们的T科技互动分数跟P教法应用分数 是由AI苏格拉底人工智能所自动给出的指数 这个AI苏格拉底人工智能系统已经读过了上万堂的课程 所以针对他所看见所读到这堂课程的内容 他会给出相对应的一个指标 针对你科技互动使用的状况 以及教法应用 我们分出主要会有六大面向的教法应用 给出一个雷达图 让老师知道自己在应用科技上面到底落在什么样子的一个位置 而C的教材实践分数 则是由专家学者所给出的人工评分的分数 换句话说 TPC一起看 所代表的就是使用科技的工具 加上教育的专家学者给出的分数 从人工跟智能的两个面向 一起来给出这堂课一些最好的建议 这就是我们的AI人工智能苏格拉底系统 OK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带大家 一样在大师碑的频道里面来看最后一个例子 好 我们要来看的是一样在2019年的大师碑里面 来自蓬莱国小的外师Roberly老师 所上的一堂英语课 这堂课非常的精彩 也非常受到当时上课的学生的欢迎 那当我们点进这堂课的影片里面来看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这堂课的科技互动分数很高 但是教法应用分数却只有38分 刚才说到这不代表这堂课上得不好 可是当我们看见这个分数 你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Rober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习惯 在六大教法应用的类型里面 他主要会着重在多元评价的这种教法应用里面 所以换句话说 老师只要再调整一下他的教学模式 多加一些不同的素材 就可以让他的课程变得更丰富更精彩 而当老师看见了这样子的一个分析系统之后 也确实表示到让他很有收获 对他的教学有许多的帮助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AI人工智能Sugati系统 可以在观益课跟帮助教师专业发展上面 所带出的一些工具跟一些帮助 所以接着呢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简报里面 好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实际使用我们的医科厅在教学上面的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的成都师范营都子藤小学这间学校 大家可以看见这间学校其实成立的时间非常的近 在2015年才成立是一间新学校 而这间学校从成立的一开始就有一个初中 就是希望能够用最新的教学科技 跟理念来立校 全校采用TBL团队合作的校长策略 他们的办学成效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看见 虽然2015年才办校 可是从这张图里面就可以看出来 从2015年到2018年 每一年他们的学生人数几乎都是以倍数在成长的 虽然学校办学非常成功 但是同步也就遇到了一些挑战 每年有这么多的学生入学 新进老师的需求量相对就很高 但是要让每一位新进教师都可以达到 上面所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办学的理念跟策略 其实在招募跟培训上面是相对不容易的 OK 所以呢 学校就想出了一个解法 就是他们创建了全球第一间的智慧型一课厅 就是我们的提摩多智慧型一课厅 称之为子藤云 在子藤云里面做同课同构 跟同课一构的教学策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是来自成都师范引渡子藤小学的刘老师 刘老师他自己在刚刚进入这一间学校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见 当时他的科技互动分数只有28分 而一路从28分到77、79到91 透过科技的工具 让老师慢慢一步一步的能够精进自己的教学 而且不只有科技分数的成长 看见旁边的教法应用的雷达图 一开始只有一个面向 到最后这里六个面向都有了 所以很实际的看见 真的透过我们的苏格拉底 帮助老师快速的发展 这位老师从28分到91分所经过的时间 其实并不到半年 所以事实证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议科厅 我们的确可以有效加速每一位青年教师的发展 所以在这边就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其实提摩动智慧教育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 这些工具能够产生各式各样的数据 包含老师上课的数据 学生学习的数据 以及所有课堂互动的数据 针对这些数据 它就成为有效的证据 让学校让老师执行有效的教学策略 让学校的管理者能够实行有效的办学策略 也能够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状况 让他们有有效的学习策略 这就是提摩动智慧教育在做的事情 好的 所以最后第四点 就让我以我们的提摩动AI智慧学校的愿景 做一个总结 什么叫做提摩动AI智慧学校 其实就是把刚才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每一件事情融会贯通在一起 在学校里面建立许许多多的提摩动智慧教室 而有了实体的提摩动智慧教室之后 再加上我们的提摩动云平台的服务 所谓的云平台服务包含刚才提到的苏格拉底 包含我们的IES智慧教学 A-Class One 以及各式各样的大数据服务等等的 另外再加上我们所提供的智慧顾问的服务 由顾问团队给予学校最精准 最有效客制化的建议 让每个学校可以使用提摩动智慧教育的这套系统 真实的达成帮助每一位老师 也成就每一个孩子 这一样1008课纲所想要达成的愿景 这也就是我们提摩动智慧教育 所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 OK 所以以上呢 就是针对提摩动智慧教育 在108课纲的素养导向的教学里面 所提出的解决方案 以上就是我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